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能探索宇宙百亿光年外的微弱星号 你说过要成为世界上看到最远的人 把这些星星看清楚 这是我小时候说的话 我就是小时候的你 我读过楚词 我喜欢你面的一句话 路漫漫齐修远兮 无疆上下而求索 所以 中国天眼就是求索的眼睛 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路 依然漫漫修远 这是屈原写的诗 你说他爱不爱看星星 他对星空对宇宙一定十分好奇 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楚国 白天光明 一晚黑暗 是谁 在安排这一切 明明暗暗 为事何为 你 你是谁 我呀 我是长大后的你 小时候 我不断地提这些问题 后来 我把这些问题 全写进了天问 你向天发问 有答案了吗 路漫漫齐修远兮 无疆上下而求索 路漫漫齐修远兮 无疆上下而求索 我喜欢这句话 白天光明 有 夜晚黑暗 是谁 在安排这一切 明明暗暗 为事何为 今天 那么高 谁 你多量他 缘 则交通 输赢 多指 我提出了 关于宇宙的疑问 我用一生 再寻找答案 找到答案了吗 宇宙无穷 求索也无穷 中国天眼 就是我们 留给后人 寻找答案的 眼睛 路漫漫 其修远兮 无疆上下而求索 路漫漫齐修远兮 无疆上下而求索 这是跨越了两千多年的发问 这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求索 屈原曾脚踏华夏大地 仰望苍穹 发出天问 这惊世之问 和黎骚 九哥 菊颂等诗作一起 汇成处词 作为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处词和诗经 一同奠定中国诗歌发展的基础 今天 在典籍里的中国 让我们一起识读 处词 进室 局 感谢观看